你们现在还在实习期吧 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们科室挺忙的 我也没有空看微信什么的 他给我发消息 就吵架我就没看见 然后他就直接冲到我们科室 把我拽出去 穿着白大褂吵 就对我们俩影响 对病人影响都特别不好 这是干嘛 以前我们在一块儿 如胶似习的天天 是不是上下班都在一块儿 吃饭也乱一乱都在一块儿 突然有一天跟我说 他要避嫌 医院里边 你少跟我说话 你就见面过不认识 你就擦肩而过就行了 我同事之间 你都还能见面打个招呼来 咱俩搞对象 是正经男女朋友 我又不是低下情 你还要跟我说避嫌 说见面擦肩而过 直接就不认识 我就感觉上 每回一过说 咱俩距离产的美 我感觉距离产的就不是美 就小三 我就觉得有事了 才在这个样子 你看吧 主持人 那你说在医院里 天天都在一起 那么多人看着呢 而且天天吵 天天吵 我也吵房 我又不想跟他吵了 然后我就说避避嫌吧 他就特别不乐意 特丢人 我觉得就在医院都没法待了 这你错了吗 错了 所以是医院没有控制住 自己脾气了 反正我现在就受不了 我想跟他分手 他这件事 就从来没尊重过我 要分手啊 肯定不接受呗 我不想分手 你为什么不找一个 就是他说那种 就是完全可以接受 你这种价值观的人 在一起生活呢 我俩有很多还挺好的时候 那肯定 那肯定 但现在不是所有的冲突 都来了吗 别的爱情 跟一马平穿啊 不然问题难解决问题 哎 行吧 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帮你们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的地方 男生 他的人生 他的生活 凭什么 要你替他去规划和做决定呢 我们做子女的孝顺父母 天经地义 你们同为医科生 凭什么你就可以去深造 他就要去接你母亲的班呢 我可以武断地说 哪个女孩子和你在一起 处一个桃一个 处一个黄一个 因为什么他们都忍受不了 你对他们缺乏最起码的尊重 你是以爱为名 肆无忌惮地在伤害他 你这种伤害虽然没有用粗话 但是比粗话还要扎心 这个女生 她的性格还算是好 心中也是对你有爱 否则 我想不用来爱情保卫站 她早就走了 作为一个男生 你要明白 别人撩她 她能够和盘地告诉你 恰恰说明 她心中唯一的男人是你 你耿耿于怀 而且还和人家去叫板 你不是在贬低自己的女友 也在贬低你吗 谢谢包红兄 来 丁总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幽默 是为了让别人欢乐对吗 你的幽默让人欢乐了吗 你的幽默是让人刺痛 然后你骂他那些废物啊 没有用啊 是你错了 是你无心说的 你根本就没这么想 弗洛伊德说了一句话 说人无意识 口误说出的一句话 都会是他内心里边 潜意识的表现 你觉得语言就不是暴力 那我告诉你 你语言的暴力 跟打他的效果是一样的 你在他内心里边 仍旧是留下创伤的 而你如果真的爱他 你就不舍得这么做 你只是想控制他 把他变成你想要的 那个样子 你期望一个小绵羊 当然也很可惜 这个女孩子呢 也不是小绵羊 就你说的 你们两个不是一类人 其实你是希望他 守护着你妈妈的诊所 安安稳稳地做事情 老老实地待在家里 不要出去乱晃 但他偏偏不是啊 他足以挺正的 他正到了根本不为你左右 不管你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是祈求也好 还是恶毒也好 是语言暴力也好 还是软磨硬缠也好 他没有答应 既没有答应去诊所 又没有答应跟你结婚 你控制不住他 他喜欢的那些东西 跟你是不是一个世界的 你是活在一个 传统的世界里面 而他是活在 新人类的这个世界里面 而你们俩这种撕裂 放在一起 其实彼此都是伤害 所以你们想清楚 你们还要不要 在一起这么撕裂 谢谢历总 余老师